這家位於美術館商圈的異法餐酒館 開幕以來人氣一直不減 聽說他們最近推出新菜色 大戰斧牛排 特地邀了好友一同來試試 當然並加點了幾道菜色 這一道開胃前菜是招牌菜 後切培根加台產的螺肉片大火快炒出 吃起來鹹香夠味 為了配牛排挑選最爽口的沙拉 裡頭的小卷與蝦都算新鮮 整體味道酸香宜人 而這款披薩好令人喜愛 屬於拿破裏式的披薩餅皮酥香帶Q 濃郁的峻菇與松露醬的香氣 再配上半熟蛋味道很香喔 終於等候許久主角上場 強調有56盎司重的戰斧牛排 厚實且大隻 外表還烤得透亮 請服務人員幫忙切開後 看得到粉嫩的內層剖面 且不躺血水 處理功夫真的不錯 因為油脂豐富吃起來酥嫩多汁 當然最大缺點就是這戰斧牛排 處理費功 點完後要等40分鐘至1小時 才會上桌 想吃美食果然必須有耐心等候 總結這裡的菜色多元 大多口味濃郁且份量不小 來此最好多邀請一些人 方便共享 動新聞高雄報導 大多口味濃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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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口味濃郁